轉型正義 為什麼會有轉型正義 那是代表時代的進步 那今天要來參加這個會議 審查這個促轉條例 我在昨天晚上睡不著 轉型正義代表一個時代的進步 用現在的普世價值的標準 去看過去 然後認為過去不公不義 所造成的一些傷害要讓它恢復 我想我對轉型正義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這代表一個時代的進步 表示我們現在比以前好 所以威權時代 做的不該做的事情 其實是用現代的標準來看 我先請法務部的代表 請李參事 如果以現在的法律 對不起啦 時間的關係我就先講 以現在的法律看以前的作為 那當然都違法 但是 以法的觀點 當時如果合法 做一些現在認為是不當的事情 現在的法律有辦法去制裁以前的加害人嗎 現在的法律假如還是有處 而且沒有超過追溯時效的話 應該就還可以追究 那假如超過時效就不能追究 我想我要講的重點 我昨天晚上 這個關於轉型正義 因為我要有所了解 所以主要我吸收了一些資料的來源 關於普遍性的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 轉型正義是一個新的觀念 是一個普世價值 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轉型正義 所實施的效果的呈現 這一方面的資訊 我主要來自於中研院的研究員 吳乃德的相關的一些轉型正義的 評析以及描述 包括東德的那一部分 西班牙、東歐、中南美 全球相關的轉型正義的 全球相關的轉型正義的 研究跟報告 另外單一的個例來講 我主要是去看了 有一位學者叫做漢納爾蘭 關於納粹埃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審判的 那一部的著作叫做平庸的邪惡 個案上我去看了這一部書 所以 全世界的普世價值 進步了 所以才有轉型正義 那各地處理轉型正義的 實施的步驟 以及它的嚴格性 也有所不同 不一樣 就我所看到的 關於埃希曼 或是紐倫堡大審判 關於納粹的 標準是非常的嚴格的 對他們比較嚴格 包括 我們有一部電影 叫做《為愛朗讀》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 當時納粹的一位低階的守衛 他只是監獄的守衛 低階的 非常低階的 當時納粹的一位低階的守衛 他只是監獄的守衛 低階的 非常低階的 後來他也被判終身監禁 非常的嚴格的 即使你只是一個最低階 受到命令 而沒有辦法去參與設計計畫指揮 這些工作 還是要被嚴格的審判 但是像東德的部分 就相對寬容 主要在追求真相 所以大部分的 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都叫做什麼委員會 一般都叫做什麼委員會 一般都叫做 真相跟和解委員會 真相和解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我現在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轉型正義一定會面臨到 兩個問題的 第一個叫做 道德的兩難 道德兩難的問題 當你在那個時代 剛剛有人也提到 只有國民黨啊 34年到民國80年 當時執政黨 當然是國民黨 政黨也只有一個國民黨 當然有黨產的也只有國民黨 能夠執行這些當時的 現在看起來不適合的法律 或是不當的法律 也只有國民黨 所以對象當然就是國民黨 當時的這些執行當時法律的人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來把他們判 判他們 把他們當作加害人 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第二個問題 跟這個問題也有關係 有一個核心 叫做制度性的犯罪 其實是兩個是相關的 它跟法律有關 跟當時的道德法律有關 我們今天會這麼多的程序發言 就我來講 不制度性的犯罪 其實是兩個是相關的 它跟法律有關 跟當時的道德法律有關 我們今天會這麼多的程序發言 就我來講 我不知道其他國民黨的委員怎麼想 我參加國民黨 也只不過短短的六年 如果 國民黨 是要這樣子的被批判 那我是不是 我也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我要講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今天國民黨 已經連敗這麼多場 但是還有30%的人支持國民黨 這些支持國民黨的人 我不認為都是所謂的既得利益 我也不認為他們是加害人 老實講這個年代久遠 如果以228來講 加害人應該完全不存在了 早就都過世了 那白色恐怖 也許還有幸存的 美麗島事件 應該還有人 很多人幸存 這些都是我們將來要做的 我同意 把加害人都要找出來 這個才能徹底 被害人要收到補償也好 收到恢復民意 加害人都要找出來 轉型正義當然就是做這些事情 黨產 我們黨團裡面 國民黨黨團 完全的決議了 黨產要歸零 這個目的是要讓政黨競爭公平 將來 我們看的是未來 將來的每個政黨 都應該在公平的原則之下 來做政黨競爭 不管你是執政還是在野 所以一定要歸零 我們絕對 就我個人來講 黨團也這樣決議 黨產要歸零 唯一會要求一點點 關於現在的黨工 大概快有 接近一千位的黨工 他們的工作正義 要如何給他們一定的保障 他們跟華龍的官場工人 一樣的處境 他們也有他們的工作正義 他們也是考進來的 考進國民黨這個機構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公司吧 要關門了 是不是要處理這些員工 要好好的處理 就我只有這一點希望 其他的盡量越快越早歸零 對我們新生代的國民黨來講 那已經是一個包袱不是資產 所以不是因為我們有黨產 我們可以繼續用黨產 可以當作我們選舉的工具 所以我們反抗轉型正義 這完全不是事實 我們為什麼會來這邊發言 程序發言 有所擔心會害怕 我們擔心台灣會不會再一次的 內部衝突擴大 就是30%的人支持現在的國民黨 不一定表示他支持 34年到80年 民國34年到80年 時代的國民黨 所以這個國民黨的概念 這個不是一個個人 所以我覺得轉型正義是要恢復到 針對加害人跟被害人 而不是籠統的指 所謂的國民黨 因為我們國民黨是持續下來的 當時的國民黨跟現在的國民黨 有什麼關係 我跟當時的國民黨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在國民黨 我是認為國民黨有一些 觀念跟價值對台灣可能還有幫助 所以我加入了這個政黨 我要去承擔所謂的國民黨 被這樣子羞辱 這樣子的負擔嗎 這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當然包括那個30% 只剩下僅僅的30%支持國民黨 的這些我們台灣的選民 我們擔心的是這樣的社會的擾動 經過這樣轉型正義我們都願意支持 這個也是普世的價值 但是我們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是我們要同時一併去思考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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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接下來 請賴瑞龍委員 賴瑞龍委員 賴瑞龍委員 賴瑞龍委員不在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不在 吳智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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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賴素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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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廖國棟委員 不在 葉宜金委員 不在 陳賴文委員 陳賴文委員 陳賴文委員